巴西利卡塔展览 意大利文化马赛克 在上海意大利展馆内开幕 一个展示这个美妙大区 和介绍意大利丰富旅游资源的机会 旅游部主任杨比罗佩利 发表了对巴西利卡塔的看法 其充满魅力的自然景观 文化遗产和风俗传统 一直在民间活跃 我认为这些美丽的景观 这些美丽的景观 这些古典的古典 这些古典的古典 还有一些古典的古典 非常具体的古典 非常具体的 我们希望这个巴西利卡塔 尤其是一个表演的 巴西利卡塔的重要名片之一 是马太拉萨西 1993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 创建了马太拉城市历史中心 一个失落文明的见证 至今 这里依旧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 并且合理利用资源的榜样 比较为一位 一位这些新的好模式 是我们的 Regionen 和原本来的 是由来自于马太拉 的胸文化 是已经是用了 目的注意 来自于中国 以往太拉导也 以往太拉宫 估计计计划 我们希望将能够 带当这些交友 和苹果子发生 带来自成功的 是有美丽的 美丽的表演 来自从来自于 比较多的 和大震宫 在大棵中心 并且将能够 一日常也能够到全世界中心的意义 而是中心的企業 是一番好圈的表面 是一番好世界,一番好世界 一番好世界,一番好世界 在很多公里的公里上的世界